孙悟空发脾气就跑了 唐三藏只好一个人 将行李托上马背 拉着匹马凄凄凄凄凄凄起程 走了没多久 看到山路前边有个老太婆 手捧着一件丝绵的棉衣 上面放着一顶帽 唐三藏见到老太婆 老太婆终摇摇欲坠地走过来 就怕自己的匹马会吓到老人家 就将一只马拉在路边 自己站在旁边让路 老太婆走到来就站在那里问 长老啊 你是哪儿来的 为什么孤零零一个人 弟子是东土大王猜派去西迁 拜佛求经的 哎呀 西方大雷阴子 在天竺国界 来这十万八千里路 你单人匹马 又没个盘 又没徒弟跟随 那怎么去得的 哎呀 弟子日前收到个徒弟的 知道他性情暴躁 我说了他几句 他不抵得颈就走了 哎呀 现在都不知道去了哪里 长老啊 我有一件丝棉衣服 一顶双金花帽 本来是我儿子穿开的 谁知他做了三日和尚 就去世了 我刚才去和尚子哭了一场 辞别了他师傅 拿回这两件衣物来做个纪念 长老 你既然有徒弟 我想将这两件衣服送给你 多谢老人家的诚意 不过我徒弟已经走了 贫僧不敢领受 那你徒弟去了哪里 唉 他吹一声就向那边一跳 都无影无踪 不知去了哪里了 哦 那边是东边 他肯定去了我家也不顶了 长老 我这里还有一篇咒语 叫做定心真言 又叫做紧箍咒 等我教你念 你要念熟他 对呀 记住 千万不要洩漏给其他人知道 稍后我和你找回你的徒弟 他回来之后 你就让他穿这件衣服 最重要是叫他戴着这顶帽 好 以后他不听你说 你就念紧箍咒 那他就再不敢行空作恶 再不敢跳皮倒弹的了 接着这个老太婆 就在耳朵边来教唐三藏念个紧箍咒 三藏听完 就低头拜祭 那八夜婆已经化作一道金光向东方闪去 唐三藏知道这是观音菩萨 来传授真言 快点望东狠切来到礼拜 拜完之后 就将那件尸棉和顶帽 藏在包袱里 自己就坐在路边来念定心真言 念到滚瓜烂熟 唐三藏在念定心真言 那边的孙悟空 一个筋斗已经到了东洋大海 他分开水路直入水晶宫 海龙王听见齐天大圣驾到 放放张张就走出来迎接 入到宫中楚乐 老龙王就问 大圣啊 听说你最近劫难已满 真是恭喜恭喜 大圣 这次肯定是重整先山 復归古董的了 我也想说是 不过现在做了和尚 一天都是多得那个南海观音菩萨 劝我归依正果 跟唐僧去西方拜佛 唐僧还按了个名字叫做宣行者 大圣 那真是可喜可贺 改邪归正 必有善果 是的 大圣 那为什么你又不去西方 又回到这里呢 那唐僧 都不识好带 中午有几个恶人难路打劫 让他一军送去见炎王 那唐僧尚的软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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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的声 在这儿骂我 你想想 我老孙也受得这些怨气的呢 我没理他那么多 就等他自己一样说到够了 我想回花果山 顺便来这里探探老交情 喂喂喂 我都口渴了 来来来来 冲杯茶喝吧 对不起 对不起 真的失敬失敬 快点快点拿茶来 底下那些龙子龙孙 就方方张张双手捧着香茶献上 孙行者喝了两口 另一看 在墙上挂着一幅画 提名叫做 宜桥俊里图 咦 这幅画画的是什么景字 啊 大圣在先 这件事发生在后 故事大圣就不认得 这幅画画的是二桥三俊里的故事 咦 坐着的那个就叫做黄石公 是神仙来的 跪在那里拿着一只鞋 那个就是汉朝的张良 黄石公又甩了一只鞋 跌了到桥脚 他就叫张良去执你 执完又跌 跌完又再执 一连执了三次 张良都是这样 恭恭敬敬 张骸来献上 那个黄石公 原来是有意来试一下张良的 他就看重张良为人勤劲 故事就夜寿天书 叫张良去辅助看潮 后来张良果然运筹为握之中 决胜千里之外 功成身退气职跪山 跟赤松子学先 最之就悟成先道 大圣啊 如果你不去补唐僧 不受教诲 到头来你还是个妖仙 又想成得正果 我啊 孙悟空听了有些动心 好像沉淫半响 那老龙王又说 大圣 你要抓定主意啊 千万不要贪徒自在 误了前程啊 好了好了好了 老孙还回去保他 哎呀 好了好了 大圣既然霉心转意 不敢久留了 大圣还是早发慈悲 千万不要使你师父挂心啊 于是孙悟空就立刻慈别老龙王 刚刚出回大海 想说打个跟斗回去 又巧得那么巧就撞正观音菩萨 那刻常理都理不了 菩萨一见到就问 悟空 为什么你不受教诲 不去保唐僧来到这儿啊 吓到孙悟空就立刻行礼拜见菩萨 哎呀呀 上次得到菩萨教导 唐僧揭了压贴救了我 我已经跟了他做徒弟了 知道他经常是人人沉沉的 说我不做得和尚 我才发火 我躲在一阵狠化他而已 我现在立刻回来 我立刻回来 菩萨就祝福孙悟空 悟空 你要趁早去 不要再想错格了 说完就各自分手 孙悟空就一个跟斗 到师父身边 见到唐僧还坐在路边 发牛斗 他就立刻走上前面 师父 哎呀 为什么你还不起情 还坐在那儿做什么呀 三藏恶高头一看 哎呀 你回来了 搞到我走又不敢走 动都不敢动 坐在路边来说等你 师父 我去东洋大海老龙王家 喝一杯香茶而已 徒弟呀 出家人就不要乱说话来到骗人了 你刚刚去了都不够一个时辰 又怎么会去了海龙王家 喝茶呢 师父 你不知道的了 老实说给你听 老孙会打跟斗的嘛 一个跟斗就十万八千里路 故事来回得这么快 徒弟呀 刚才我说话 说得过重点 那你就怪围师 发脾气 扔下我在那儿 哎呀 你就有本事 有人请你喝香茶 那围师 哪里都不能去 就坐在那儿捱我 那你都过意得去的吗 师父 哎呀 原谅你肚饿 来来 我去找点齿 回来给你吃 不用了 不用了 我的包袱那里 有些干粮 是镇山太保留伯音送的 一会儿 你给我拿个瓶头 去装点水回来 等我吃饱了 再起程 孙行者就走过去 解开包袱 拿干粮 见到几个粗面烧饼 旁边有一件 软绵绵光艳艳的 丝绵衣服 一顶双金花帽 哎 师父 这些衣帽 是你冬土带来的 哇 这么漂亮 是啊 是我旧时穿的 如果戴了这顶帽 不用教经 就会念经的了 穿了这件衣服 不用学礼 都会行礼的 哎 师父 师父 这么说 让我穿来试一下 不过 不知道合不合你穿 那你穿来试一下 孙行者就欢天起地 走去 一下将衣服穿上身 唐三藏就说 好像订身做一样 不长不短 不阔不窄 吴空 你再戴上帽子 让我看看 哎呀 那个孙悟空 一手就拿着帽子 戴上头上 说时迟那时快 唐三舵 立即念起紧箍咒 一念 孙行者就大声 叫 哎呀呀 头痛啊 头痛啊 师父就没理他这么多 连念了几次 痛到孙悟空 随地那么点 出力那么扯 那顶双金花帽 唐三藏就怕他扯烂了那顶帽 就停着口不念 哎呀 一停而已 头当堂就没痛 那个孙悟空就想脱了那顶帽 下来 谁知顶帽已经变了一条金线 枯死在头壳顶上 扯又扯不出 脱又脱不脱 孙悟空就急着上来 在耳朵上 吻了一支瘦花针出来 摄入金光窟那里 出力地叫 三藏就怕他叫烂了金光窟 急忙又念起咒语 一念而已 孙悟空就惨了 痛到抱着头跳跳扎 绿地沙树蜻蜓打筋斗 耳虹面赤 双眼凸出来 手脚都麻烦 哎呀师父见到他这样 有点心软 就停着口不念 一停一 一点事都没过头 没有痛了 孙悟空就想想 哦师父 原来我头壳是你念咒咒我的 哎呀我怎么会念咒咒你呢 我倒算念紧枯经而已 那你再念一次我试试 三藏真是有念 一念一孙悟空的头又想炸开那么痛 好了好了师父 不要碰了 不要碰了 你一念我就头痛 哎呀真是乖了 悟空 以后你还听不听我话 听了听了师父 听了听了 那你还敢不敢无礼 还敢吗 不敢了不敢了 孙悟空虽然口是这么说 这心是不服气的嘛 我齐天大圣神通广大 被你的金刚哭哭着 以后就任你牵着鼻歌走 他诈诈嘚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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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唐僧后边 一手就吻了那支瘦花针出来 迎风一拼 碗口那么粗 两丈那么长 那支铁棒 举起来就照着唐僧的背脚上 拼下来 唐三藏早已经阴住了 一见他拿起这支棍子 就立刻念咒语 一年念了几次 痛到那只猫猫王一躲在地上打滚 连铁棍也丢了 手脚也不懂得动 哎呀师父师父 我知错了 我知错了 你不要碰了 不要碰了 你这猫猫啊 你真是狠心啊 居然想在背后打我 师父师父 我不敢了 我不敢了 唐三藏于是停下来不念 孙悟空又问 师父 你这个法宝这么厉害 是谁教你的 哦 刚才有个老太婆教我的 孙悟空又听就发火了 哎呀 不用问了 那老太婆 你不认为官世音啊 不是她是谁啊 我跟她无冤无仇 敢来害发我啊 等我上南海找她宣将才行 徒弟啊 这个法宝是她传授给我的 她还比我 你如果去找她尋仇 她一念你咒语 那你就必死无疑 孙行者听见师父这么说 想着她的道理 她真的害怕她上来 不敢去找观音菩萨 这次就确是修复到这只猫猫王了 她跪在地上就说 师父 哎呀 这个都是观音菩萨 特意拿来收我的法宝而已 她要我跟你去西天取经 好了好了 算了算了 哎呀 我保你去了 我再不敢反悔 哎呀师父 你千万不要再念啊 于是师父两个就继续登庭 又走了几日 那时候立月寒天 索风凉凉凉透人骨髓 走的又都是悬崖 峭壁崎区路 蝶岭层乱险峻山 三藏在马上 听到前面哼哼声水响 就问孙悟空 徒弟啊 前边有什么响啊 哦 我记得这里是蛇盆山 应受简 当然是简里面的水响而已 说完没耐 就到简边了 一看 原来是山上水冲下来 下面即是一个大的湖 师徒两个只在那里看 突然间在水中一飙飙了条龙出来 又一跳跳上岸就看着唐僧撲过来 孙悟空手急眼快 丢了一口行李 抱着师傅落马 即是跑上山 那条龙在后面追过来 追不到孙悟空 一打不将一匹白马 连在马鞍一起 鼓声吞了落土 然后就跳回落水那里 无影无踪 孙悟空抱着师傅 一直跑上半山腰 放下师傅就回来找马鞍行李 只剩下一口行李 便不见了一匹马 他便将行李担到师傅面前 师傅 不知道那匹马不见了 徒弟 你快点找一匹马回来 没有了匹马 我又怎么去西天 师傅 你放心 等老孙悟空找找找 跟着一个筋斗就飞上半天 抹大箱火眼金睛 用手搭着梁棚四边找 一点影都没有 只要回来报给师傅听 师傅 周围都不见了 当然是刚才那条龙吃了 不会吧 徒弟 那条龙哪里有这么大的口 一口将一匹马连在马鞍一起吃了 当然是刚才那匹马受惊 不知道你跑去哪里躲起来 你再去看真下 师傅 你都不知道我老孙的本事 我这双眼 一千里内外 乌鹰飞过 我都看得真的 别说成匹马这么大 三藏听着都这么说 就吓得眼泪直流 就哭了上来 唉 没有了匹马 千山万水 我几时走得到西天 孙行者就平生脾气凉烈 见到唐三藏哭哭啼啼 他有点不耐烦 唉呀 师傅 不见了匹马而已 要不像开桑那样 这么坏斗 你坐着坐着 等老孙去找回那条叶龙 我要他陪回匹马来 三藏一手拖着孙孔 不要啊 不要啊 徒弟 你走开了 一会儿那条龙又跳出来 连我也吃买 那时候 豈不是人马两亡 孙行者 见到他这样 就更加急了 大声地顶过来 嘻 船头荒鬼 船尾怕贼 又想骑马 又不让我走开去找 那你蹲在那儿看行李 在这儿过世 你呢 正在这个时候 空中有人声 孙大乘 不用发火 唐高僧 不用悲伤 我们是观音菩萨派来 在暗中保护 取经人 唐三藏就慌忙礼拜 孙悟空就大声喝上了 嘻 你来哪里说 快点报个名 让我老孙悟点名 我们是六丁六甲 五方揭替 四席公曹 一十八位护教加南 轮流值日 听后洗缓 哦 今天轮到谁 今天由丁甲 公曹 加南 轮越来 五方揭替 只有金头揭替 日夜不离左右 哦 不邦直的 唐总跟我退下 留下六丁神将 和值日公曹 在这次守卫师傅 等老书 你捉了那只叶龙 要他还一匹马 先 孙行者吩咐完 就鸭高三袖 又去他那条老虎皮的裙 拿着一支鱼以金枯棒 半云半露 就去到水面上 大声喊 哪条泥抽 怎么这么不识趣 连我那只马都敢拿出去 快点夹出来 原来水中那条叶龙 吃了唐三桶一匹白马之后 正在水底下闭目养神 听到上面有人吵闹 说要拿回一匹马 听着听着就心中火起 就跳上水面问 谁这么斗胆 在这倒乱 孙行者一见 一边骂一边追着要打过来 快点给我一匹马 就转身一声跳到水底 任你孙悟空在上面 喊打喊杀要刀要斩 他一于扮耳龙无理你这么多 孙悟空就搞得没办法 只好回去告诉师傅 师傅 那只妖怪被老孙闹了身 引了上水面来 怎么知道他不够几下手脚 就躲回到水底 死都不肯出来 徒弟 你又没有搞错 是不是真的他吃了我匹马 师傅 你看你 逛逛都还要想 不是他吃你匹马 他必须躲起来 徒弟 前日打老虎阵 你不是说 有寒龙伏虎的本事 为什么今天又寒他不住呢 这几句就踩着猫猫王的尾 他有什么本事 我什么寒他不住 我挂着你回来报给你听 你等我 等我回来捉他来给你看 说完就怒气冲冲 一下子就跳到水边 射出翻江倒海的神通 将那个英寿简 水深千丈 碧绿晴清的水 弄得黄琴琴 好像九曲黄河水 那只叶龙就躲在海底的石垫那里 座恶不灵 唉 真是福无相知 祸不单行 刚刚免了天条死罪 在这时蹲了一年 开始随缘度日 谁知又撞着这个瘟神又来追我 上边那个孙悟空呢 一尾就把水搞到上下翻滚 那条龙就被他搞到头温眼花 忍无可忍就咬着牙关跳上水 大声骂了 你哪里来的鬼怪 你欺人太甚了 你哪里来的 总之你给我一匹匹马 我就什么事都没有 那你的匹马我吃了下肚 怎么给你呢 我给你这么多 你不陪那只给我 你不陪那只给我 我就不放过你 那条龙就被他赶到没路走 大声振回头 我就是不给你 我看你有什么本事 你不给我 你不给我就拿你条命来抵数 说完就一棍打过来 这次孙悟空就职了 他就不给那条龙跳回落水 两棍就把那条龙赶上岸 在岸上打了几个回合 那条龙实在是不够打了 就想跳回落水 又被孙悟空折住一条退路 没办法了 只好摇身一变 变了条水蛇 一捐就捐入乱草丛中 孙悟空就拿着一只棍追上来 撥草沉蛇 哪里还有踪影 找得多找就找到他头壳露火 七窍生烟 他念了几句咒语 叫本地的土地公和山神爷出来 两个就跪在那里拜见齐天大圣 孙悟空就大喝一声 我呸 这两个坏神伸着脚出来 每人打五棍要见面礼 等散下老孙悟空闷气才行 吓到这两个都叩头哀求 大圣是大圣 一棍就断脚了 打五棍就实死无疑了 求大圣输罪 大圣你很久都没来过 所以小神仙疏忽没出来迎接 望大圣害人 好了好了 这次暂时记住宿舍 不打你 我问你 英寿敬何时来了这些妖怪 为什么抢了我师父不白马吃了 大圣 你也有师父吗 你原来就是不服天不服地 无拘无束的 你怎么会有师父的 还说不见了不白马 你们不知道那么多 因为我得罪了欲皇大帝 熬了五百年苦难 现在得到观音菩萨 劝我重善 叫唐朝的高僧救了我老孙出来 我就跟了唐僧做徒弟 保他西天拜佛求经 路过这里 给那只叶龙吃了我师父的匹白马 哦 原来是这样 这里自古都无邪 太平无事的 只是因为英寿简 水深千丈 由水清可以见底 有些鸭雀飞过 看到水底下照出自己的影 以为是同类 就跳了下去被水冲走了 所以连麻鹰都不敢飞过这里 就按了个名字叫做英寿简 前几年观音菩萨 因为尋访取经人 救了一条叶龙 留在这里要等候取经人经过 不准他为非作歹 那条龙一向都很听话 只要有时肚饿就上岸 放点野兽来吃 �產略 不知为何他如此无知 今天居然敢冲撞大星呢 啊 原来是这样 然后他变成了蛇 已经捐入草堆 无影无蹤 啊 大星呀 你不知道呀 这里岸上 有千万个洞 都会通到水底 一定是捐到水底的石垒那里躲起 大声大声你不用急 请观音菩萨来 自然就会收复到他了 孙行者就立刻回报给师父知道 三藏听说他要去南海找观音菩萨 就死拉着他 徒弟啊徒弟 你去那么远找菩萨 那什么时候才能回来的 贫增饥寒难忍啊 我一个人在这怎么办 都还没说完 在这守护那个金头揭替 就在半空中喊 大声你不用动身 等小神去请菩萨回来